我是郭麒麟 大家都知道 我的母亲呢 曾经是一名职业的精运大鼓演员 因为对家庭的照顾 我的母亲呢 很早就放弃了在目前表演的机会 而退居二线 这次呢 做儿子的 听说我妈又要重出江湖 又要继续给大家表演精运大鼓 心里呢 非常的欣慰和高兴 折出来 保护 保护 德云社师娘王会有多善良 她说妈妈 你给我生个小妹妹吧 我不要小弟弟 我觉得这样说 我就心里就有准备了 之前是真不敢 不是说别的 我觉得我怕伤孩子的心 明年吧 明年要 然后年再生吧 我这也生不伤孩子 主要听我 作为郭德纲的妻子 她是十分的合格 在家作为一个妻子 在家应该做的 我是 可以说我是全做的 哪些是属于妻子应该做的呢 比如说还有一些丈夫应该做的 比如家里边 其实他把本身 换灯泡出水沟 都是我自己的事 都是你自己的事 嗯嗯嗯嗯 一般我也舍不得让他干 周老师 他这么笨 这么 你胖的身子 真是 换个灯泡摔着了 也是麻烦 可以 在最艰难的时候 一无反复跟着郭德纲 以后 如果真是我们俩要了饭 也好是怎么叫 就分头了这件事情 他那会儿其实完全可以 不受这种罪 四周一天 在一点出 这么久的时候 还能坚持到这会儿 说了再提 这不是没人能做的到 我把那样下地车卖了之后 我们就去争论一下 有一些啊 这个我所有东西 都给你买回来 我说话算了 我也做到的 那一颗白河 红山了粉丝的水沟 亲自为灾区搬物资 这个就这样 那个 下一个 对对对 这个呢 对这也是 再次登上舞台 王慧和徒弟累撒现场 就是看着长起来的 现在 无论是舞台上 还是家庭上 我们也成长起来了 您也可以尽情地唱 这个我们也是 大力支持 如果需要我们 小哥几个的帮助 我们虽然不会唱吧 但是我们会叫号 我们会给您宣传 王慧对徒弟有多好 我师娘带我看病去 我往哪一坐 带我 哎呀你太胖了 我师娘 我们孩子还捡呢 我们孩子还捡呢 你就想到吧 岳云捧母亲生病 王慧二话没说 给小月月拿钱制 上下的衣服都是她买 特别 特别关心我们 最难能可贵 是我妈 心肌梗塑 十来万 人家二话没说 都给你拿出来了 我 咱们没钱呢 对吧 咱说话说 但二十多岁 哪儿挣那么多钱去 人家给你拿出来 救命之温呢 何云伟谈 最爱吃吃娘熬的鱼 吃娘熬的鱼 是特别好吃 然后 每次都都去 最爱的 吃这一个熬鱼 这个吃不够 吃娘熬的这个 在家里 熬了七八条 这个躺的鱼 封好了 一大盆 给我带在园子里 带剧场里 递给我 让我吃 吃完了 把盆送来 再接着换鱼 就那么疼人 直播时叫秦潇显我的 老秦高兴换了 你都哨了我的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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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没有 没有 是我的儿 是要做什么 干啥呀 孔云龙出车祸 急哭师娘 带着一队 我们正在外地商演的 只有师娘 住在师娘师傅家里头 一帮孩子 结果下午演出 开车出去 挡一下状 还是摩托车 撞住呀 好几天 昏迷不行 给师娘急的 打电话 我们北京也没有什么人 结果 回了以后 直接就问在家里边 实际上 承受那个压力 孩子 自己在北京 撞了 怎么办 怎么跟家里人交代 承受那种压力 很大 两下里 错细 红 丝 是热火的肝鸟 王会唱《京韵大鼓》有多绝》 十三四岁半个人专场 曲艺界老前辈纷纷捧场 从小就红的不行不行的了 十三四岁的时候 在天津就搞个个人的专场 那会儿什么曲艺大师 骆玉生什么的 这些老前辈们 几乎天津 所有唱这行的名家 都到现场 他才十几岁一孩子 就红的都不行了 那会儿我连国都没出过 所以他就那样了 师娘年轻时候唱鼓曲 王会唱出山 少年不泽的大青春 哪知道 房西风 有下的 高低风雨的 既色而易 跳 从风中传出波 王会唱探秦文 这分离处最伤情 穿松赞丹 冲天兵 要少何看再见容 怕别无端成两地 寻方出世不踏生 只因为 王夫